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泉州,这个福建省的沿海城市 曾经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2021年7月,泉州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莫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是中国第56个世界遗产 在公元10至14世纪 泉州有东方第一大港的美裕 当时上八个国家和地区 和泉州有贸易往来 包括日本、阿拉伯、东非等等 进口商品主要是香料和药物 出口商品有丝绸、瓷器等等 南宗时期,泉州所交的税金 一度占全国收入的十分一 而今时今日,很多古迹为止 都记录了这里在大航海时代 扮演的重要角色 《九日山奇风石刻》 记载着当年负责海外贸易管理的 国家专员、地方官 以及皇室成员等 为船博举行奇风仪式 古泉州人民依海为生 出海和回航都需要顺应季后风规律 每年冬季起航和下季回航的时候 官员都会在九日山 祈求一帆封信、航行平安 泉州古老的奇风传统由此而来 至于全州市博士,即是海关 管理着大小海洋贸易事务 在北宋时期设立 标志着全州正式成为 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 对宋元全州的经济范围、文化交流 以及海洋贸易发展有重要意义 全州还有中国现存最长的 跨海石桥、安平桥 它全长2,070米 将海湾两边的晋江和南安连接起来 有专家比喻这条桥 就好像今日的港珠澳大桥 安平桥曾经是全州海陆联运系统的转运站 到港货物经这里运去内陆 打通了全州湾 向南到漳州、广州的运输通道 昔日的全州是国际化都市 在热闹的桃门街 一千年前街上充满各种肤色的外国人 而沿着一条街走 你会见到清淨寺 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阿拉伯建筑风格的清真寺 在宋元时期的波斯、阿拉伯等地商人 跨扬为全州营商的物证 自从明朝实行海禁 东方第一大港逐渐吞飞 但全州如今仍然是发达的现代化公贸港口城市 截至2020年底 GDP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 连续22年保持福建省第一 亦被列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 为一带一路战略作出贡献 GDP集团 GDP集团 GDP集团